請Roni來準備這次要提的這個Ginley V成就系統 那再請SRD 準備 好,那大家好 我今天提案的是就是Ginley V的成就系統 那因為其實這十年來Ginley V其實用了非常非常多的鞋鬥工具 像包括HPAT、Hack ND、GitHub、Slack、RSE之類的 那我們有做很多有做儀表板來統計就是大家總共產生了多少東西 但是我也是想說那種做個人的 因為其實個人大家都有在用很多不同的服務 那麼可以幫忙產生一些成就 例如說你在幾月幾號的時候已經開啟了十篇共筆之類的成就 那所以可以做很多的像是說參與兩百折Hack ND 然後送出了100個Commit 或者是在Selec發用過幾次Emoji 這些都可以做成成就 那目前進度是已經把HPAT、Hack ND、Selec、GitHub和Katis的資料都整合進來了 然後也已經有一個個人的獨立網址了 所以大家其實可以幫我 有空就幫我到備局點去DVD.TW 然後進去裡面之後這邊登入的話有三種登入方法 可以登入Slack跟登入Google或GitHub 那你登入完後就可以看到說你的帳號可能過去有哪個成就 然後會問你要不要建立帳號 會問你一個ID跟一些你的個人資料這樣 譬如說三個關鍵字之類的 那你就可以看到一個這樣的頁面 那這頁面像是我自己的HPAT的成就 像是我拿到最多參與100個HPAT 然後是在2017年10月25號 那下面的數字是說這個成就 像這個參與10個HPAT的成就 總共有205人拿到 然後我是第36個拿到的 所以目前我整理了非常非常多這樣的成就 然後還有Katis的參與也幾次大收 那只有Katis這個比較特別 是因為Katis的資料本來不是公開資料 然後不像Slack跟HPAT的HPAT是公開的 所以Katis的部分是 大家登入之後還要再去那個編輯設定裡面 設定說我要公開它才會公開 就以免說萬一有人其實不想公開自己有參與過大宋的紀錄的話 就不想幫他公開了 所以那就大家可以幫我就是登入 就是有夠就可以幫我登入一下 然後目前就是也會有一些編輯就是那個 你想要公開哪一些成就 然後跟編輯你三個關鍵字跟顯示名稱自我介紹等資訊 對然後目前也有API的網址在這裡 就是你後面那個ID換成 換成你自己的ID就可以連到你的所有的成就的一些內容 那其實接下來還能做的事情我想說就是例如像 DA0那邊有想要用這個資料可能來發行NFT或做一些靈魂網定 然後我覺得這個也有機會成為一個下一個GDB Hover 就是那個讓GDB的一些參與者的一些紀錄可以被留下來 然後除了這種剛剛量化的東西的話 是不是應該留一些直化的東西 以及說之後可不可以有自動化機制 就是有這個成就就可以立刻更新 那它也可以變成一個之後新參者 它用追求成就的方法來做一個 就是去知道GDB有什麼工具可以參與 這些都是未來的目標 所以這就是 那請大家如果有空就先幫我可以登入一下成就去認領一下自己的成就吧 謝謝大家